今天雨姐又带大家课堂了 咱们就是说啊 最近娱乐圈明星恋情 可真是层出不穷啊 前有蔡徐坤承销穿情侣装约会被拍 后有王凯谭松韵因戏生情失锤 难道是因为春天来临的缘故 今天雨姐就来和大家说到说到 1.蔡徐坤承销 据报道 蔡徐坤与女演员承销被拍到同行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蔡徐坤和承销是在一家餐厅被拍到 两人看起来十分亲密 不时还会笑着交流 照片曝光后 不少粉丝表示支持 并祝福两人幸福 据悉 承销是一位出色的女演员 拥有着优秀的演技和出色的外貌 她曾经出演过多部知名电视剧和电影 备受观众喜爱 而蔡徐坤则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歌手和演员 她以其出色的才华和深厚的人气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蔡徐坤和承销的恋情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有人表示祝福 有人则对两人的关系表示质疑 不过 对于蔡徐坤和承销的真实关系 他们本人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也没有官方确认这一消息 无论如何 蔡徐坤和承销都是优秀的演艺人才 相信他们会在各自的领域 继续发光发热 希望他们能够在感情上开心快乐 也希望粉丝们能够给予他们 足够的支持和理解 2 王凯谈松韵 王凯工作室在3月底 发布微博时 采用的照片 仍旧是王凯在《向风而行》中 饰演的顾难停 哎呀 难道是对运运旧情难忘吗 之前也有不少狗仔报出过 王凯的恋情 2月14日 据媒体报道 有网友爆料娱乐圈 黄金单身汉 王凯将要结婚了 新娘人选引发热议 但随后 王凯工作室发文辟谣 除了王凯外 其绯闻女友宋茜也发文辟谣 否认了两人的恋情 此前 有网友透露 王凯的结婚对象是圈内人 并且 两人都是非常低调的人 因为特别珍惜这段感情 所以他们不希望外界过度关注 一直默默地维护两人的关系 该网友甚至直言 也正因为不营销 他们的关系一旦公开 会让大家大吃一惊 近日 有网友考古到谭松韵和王凯 在合作拍摄向风而行的时候 使用同一系列的不同款式的手机支架 于是 一则关于王凯谭松韵恋爱的瓜就随之而来 可是 这好像并不能说明什么吧 毕竟网上卖同样东西的很多 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喜好很像罢了 本来这件事到此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 向风而行剧组演员的一些迷之操作 将这件事又给扩大了 嗯 从他的一些发言和行为上 确实容易让人往王凯和谭松韵谭恋爱上想 但是 不得不说的是 他并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 反而有一种让人感觉 他是在蹭热度的感觉 于姐也很希望两个人 能够从戏内走出戏外 但是 前提是 注重两个人的感受 三 赵露丝无垒 去年大火的CP 必然有 无路可逃 的姓名 吴蕾赵露丝两人 通过角色收获不少的喜爱 也因为CP感太强 收获超高人气 直接问鼎95花生top 赵露丝的商务升咖了 和吴蕾不仅是同品牌的代言人 还是同一个title了 引得CP粉又是一波狂喜 2月14日 在情人节各种浪漫甜蜜充斥的日子里 知名狗仔刘大锤在爆大瓜 这次带来的是95后女顶流恋情 通过他的描述与爆料 无疑是在点名道姓 评论区纷纷调侃 直接点名吴蕾赵露丝恋爱就得了 不用再阴阳怪气了 的确 虽然刘大锤没有直接强调是这两位 但明显是在爆吴蕾赵露丝恋爱 明眼人一看都明白了 他在爆料中提到这位95后女顶流 恋爱是正在进行时 可能是在去年年底在一起的 是跟他暑假热CP在一起了 还强调两人是因戏生情在一起 两位一度非常火爆 深受粉丝们的追捧与看好 觉得两人很有CP源 如果真在一起 是很多人都送上祝福的那种 一定会让大家再度相信爱情 却点出不是地心引力 而是另一对 无疑是在给大家明确答案 在去年的暑假就火了两部剧 一部是地心引力的苍蓝爵 另一部就是无疑与赵露丝的心汉灿烂 这不就是在告诉我们 是这两人恋爱了吗 简直就差点明到姓了 两人在剧中各种撒糖 尤为甜蜜 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高糖输出 刘大锤还透露 两人是在去年年底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两人是刚恋爱 到现在为止还不满三个月 这点也是十分相符的 来证实是无疑赵露丝 因为在心汉灿烂爆火时 大家都猜测两人真的在一起了 但当时当事人出面辟谣澄清 让大家也慢慢消散 但没想到两人居然还有后手 在谣言消散后 这两位却又在一起了 说实话 还是挺般配的 让人看着都很甜 4.罗云熙白露 罗云熙和白露主演的电视剧 《长月静明》播出已经一段时间了 剧情蜿蜒曲折 大致是讲为了拯救世界打垮魔头 仙女黎苏苏回到五百年前的世界里 寻找魔头的缺陷 试图在她没有沉默之前就毁掉 以免给众生带来灾难 网友们更是热议 就在大家热议时 罗云熙和白露各自写了一句话 登在了网上 并附有剧照中的结婚照片 两人之前半是蜜糖半是伤中 有过合作里面的吻戏 不得不说是真刺激啊 两人被指疑似音戏生情 但是罗云熙和白露各自的后援会 否认了绯闻恋情 早前还有媒体爆料说 罗云熙和白露在横店聚餐了 从照片来看 两人包裹得很严实 据报道 养人不是第一次聚餐了 工作人员疑似特意帮打掩护 罗云熙比白露大六岁 她也是妥妥的男神啊 但是白露之前爆出过和张灵鹤 《明安如梦》这部剧可以说是 充满了戏剧性的 戏外的故事 甚至比剧内的还要精彩一些 在正式开拍时 张灵鹤还没平常横仙军大火 可鄙视白露是有代表坐在身上的 就两人的咖位问题 不少观众表示一点也不对等 直到苍蓝觉得热播 两人在圈内的影响力 才逐渐缩短了差距 而后剧目杀青 本以为两位同事 就此先暂别一段时间了 谁要狗仔安抛出视频与照片 曝光了两人的恋情 即使两方都没有承认 但大家已经默认 他俩在恋爱中了 正因如此 当团宗一百万个约定 招商企划输出来后 两人才会被调侃 既能公费旅游 又能免费谈恋爱 在镜头下 两人也的确是亲密无间的样子 同样是身边的搭档 有点要摔倒的意思了 极星高照时张灵鹤 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而一百万个约定时 张灵鹤察觉到白鹿的动作 立刻伸手去帮忙 一点点将其带回到安全的位置上去 不管是合影还是对话 两人在一起均是填据现场 张灵鹤爱与不爱的区别 甚至还成为了出圈词条 然而团宗刚录制完 就有代拍出来倒游了 代拍直言全是演戏 网友找出话语疑点 荧幕CP营销无可厚非 代拍表示现场所谓的亲密互动 全是导演拿着台本在教学的 连边走边笑的花絮物料 都是有工作人员在身边拍的 离开了灯光与摄像机 两人基本上就没啥交流了 哪里是感情啊 全部都是好演技罢了 对此 大部分网友还是清醒的 表示这样说的话真的太荒谬了 且不说两人之间是不是爱情 就算不是 作为一个剧组的同事 相处了那么多个月 在直播镜头前都有说有笑的 怎么一起出去玩了就互相冷脸呢 再者 两位演员的战姐也在现场拍 要是真的演员之间 不对付的话 估计料都不会从代拍的嘴里爆出来 虽然有可能 互动是有点眼的成分在里边的 但演情剧不就是要做好情侣营销吗 无论是琉璃初遇夫妇还原名场面 虽然雨姐是很爱科CP 但是我不接受工业糖精 我就爱看细水长流 自然爱美的拉扯感 作为屏幕前面的你 怎样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